滨城移民局执法官员 涉嫌勾结布法集团 在机场设置特别柜台 让外国人非法入境一案 两名涉案受贿的官员 被延扣三天注查 两名男女嫌犯 今早10点被带上乔治市推示厅 获得推示批准延扣到下星期一 以协助调查 这两名大约40多岁的官员 昨天被传召到 滨州反贪会录贡后当场被捕 至于另一名涉案的孟加拉男子 则是在前一天的晚上 在一家酒店落网 案情显示 两名官员涉嫌和落网的 孟加拉代理串通 让一名印尼男子通过特别柜台 没有经过任何检查下入境国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适量重市场 在第二名权上受到 事室在那边 外面影不上断 虽然是打替火 感谢观看